哈喽,大家好,我是芷草老婆的老婆哥,今天来到了恒水古安大吉,久违的恒水古安大吉,今天终于让开放了,虽然摊位不是说十分的多,但是咱们给大家拽一个地摊的东西,好久没给大家拽地摊的东西了,我们看这个摊位,这个摊位有一个重器,有一个天球瓶,这个天球瓶的个体还是不小的。 给大家看一下,个体非常的大,而且呢,画的呢,也比较细,但是呢,我们通过这个天球瓶这个右光啊,以及那个产料,其实不用看底的这种东西,就是房品,个体的非常大,你不给大家拿了,这种东西碎了以后呢,会很麻烦的,您看一下这有水仙盆,这个水仙盆,大家看一看是真的还是假的哈, 这个水仙盆盆呢,个体也不小,上面呢,也比较斑驳的啊,有磕有什么的啊,大家可以看一下呢 然后呢,这有有青花盘,这盘怎么卖的啊 这个盘子呢 是房品啊,还要能看看一下,您看,这右光呢,是杀过光的啊,而且呢,也做了那个打抹痕迹来哈,但是那个胎底呢,跟那个青花发色不绝。 好,所以说呢,这个呢,是一个,一道的房子,这个,种气,梅皮,你看看,这是,麦老过的摊位,看看,哎呀,这是一个菊过的,这个,一个,一个,一个,洗字的,标本器, 这个有人冲线,有一个民国的,都是带点残的东西是吧,这小碗,这小碗怎么卖的,这个,小碗这四个一千五,一千五,都有残呗,啥不好, 这画的不一样啊,这不是,是,啊,一样的,松和年年,啊,一千五,这个有点脱彩了,这个, 最低多少钱啊,这个,一千五,一千四个,就脱彩了,是吧,不是,不是,有的,有的,没的,就,就这一个,没脱彩,也是没的,是吧,没有, 嗯,就这一个,还好一些,这个,这个,这个也有线了, 这,这又他妈来碾来了,这个,不让摆了,哎呦,又来碾来了,应该呢,还是不让摆啊,然后呢,把人们都撵走了,人们都在收摊当初啊,不让摆。 哈喽,大家好,我是纸桃老婆的老婆哥啊,今天呢,到了周一了,老婆哥呢,给大家会上一件啊,非常优美,非常漂亮的这么一个瓶啊, 这个瓶呢,我们管的叫做观音瓶,它呢,是一个粉彩的啊,是一个什么时期的啊,这个呢,是一个民国时期啊,最晚到民国时期的啊,一个观音瓶啊, 我们看一下啊,首先看一下呢,它的画片,主画片呢,画的是一个稚鸡牡丹,或者叫做锦鸡牡丹啊, 我们管这种画片呢,叫做富贵锦堂,也可以叫做富贵满堂啊, 这种题材呢,是非常不错的啊,是在我们清晚民国时期非常常用的这么一个题材啊, 我们看一下这呢,会画有一个冻石啊,这个冻石呢,一般呢,就是太湖石, 旁边呢,会有一只大大的牡丹花啊,这个牡丹花呢,画的呢,也是非常粗展,上面呢,画了一个花骨的啊, 然后呢,在这边呢,会画有一只梅花啊,这个梅花呢,也是非常的漂亮啊, 梅花呢,代表着五福好,梅花开,代表着五福道啊,这种意义呢,也是非常的美好啊, 然后呢,这呢,画有一个质鸡,或者是叫锦鸡啊,我们也就所称的这个一个非常吉祥的一个小鸟啊, 啊,后面呢,会有两只翩翩翩翩的蝴蝶啊,这个平行呢,非常的优美啊, 我们管这种呢,平行呢,叫做观音瓶啊,也就是说它,它呢,这个腹部呢,比较饱满啊, 然后呢,颈部,跟我们下面的这个腿部呢,收的呢,比较纤细啊,平行呢,非常的优美啊, 我们再看一下它口部啊,口部呢,我们的这个胎脂呢,已经非常凝润了啊,这个胎脂啊, 一看的东西呢,就是非常开门的东西啊,然后呢,我们再看一下胎底啊,胎底呢, 它当时呢,是一个满柚工艺啊,就是这个柚子,包括底,包括这底胎啊,这都是满柚的啊, 然后呢,它呢,在烧灶的时候,底下会垫一层沙子,因为满柚这种东西呢,它容易沾沙啊, 所以呢,我们是当时的一个清晚民国时期,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入窑烧灶的这么一个特征啊, 然后呢,我们这呢,会有一个鉴定的一个标签啊,这个鉴定的标签呢,是我们这个一个专家团队啊, 一个鉴定的标签啊,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查询码啊,去查一下鉴定啊,这个呢,是一个专家团队的保证, 并不是某一个专家的保证啊,这是一个专家团队的啊,还是非常不错的啊, 我们可以用这个查询码呢,去查询一下啊,这个东西呢, 其实呢,保不保证呢,这个东西呢,是一眼老的东西,是一眼开门时期的啊,最晚到民国时期的一件真品啊, 那么我们这个瓶子的高度呢,达到了23.2厘米啊, 个体呢,属于中等的个体啊,在家中摆放呢,是非常漂亮的, 而且呢,寓意呢,非常的好啊,这么一个平行非常优美, 而且呢,题材非常不错的这么一个瓶子呢, 整体的品项是非常不错的啊,就是在我们的口部啊, 没任何的瑕疵问题啊,包括我们那个身上也没有啊, 要说瑕疵呢,就是在我们这个底颜,底颜呢,有这个几处小包柚啊, 我们看一下底颜啊,也有几处包柚一二三啊, 三处小包柚啊,非常微小的瑕疵,而且呢,在我们的底部啊, 它也不是磕碰啊,是包柚啊,整体呢,品项呢,还是非常完美的, 非常不错的,给大家一个上手的超级价格啊, 再加这种利件的摆放呢,是非常美的,非常漂亮的啊, 而且是一件开门的东西,还有我们专家团队的一个保真啊, 是非常不错的啊,喜欢的话给大家一个超级价格啊, 就是2280块啊,这个价格呢,绝对是超值的啊, 就是买一个利件,这个观音瓶回去的这个价格呢, 绝对是一个小肉的价格啊,我们在哪里也讲不到啊, 我们在就是在地摊上这个价格呢,也是买不到的啊, 现在就是一个随随便便,一个民国时期的盘子啊, 或者碗呢,价格呢,可能都要比我们这个价格要高啊, 这个呢,老虎哥淘来的价格比较合适, 所以给大家会上的价格呢,就十分的低啊, 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误啊,那么咱们今天的视频呢, 老虎哥就给大家拍到这里啊,喜欢老虎哥的视频, 别忘了给老虎哥呢,多点几个赞啊, 那么想联系老虎哥的,在评论区留下言啊, 那么老虎哥看到了,会主动联系大家啊, 那么感谢大家的收看,谢谢大家。 陶宝贝就找老虎哥哦。